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可知道 只保这部剧其实是有着历史原型的 特别是剧中的赵宗泉这个角色 并非是全部虚构的 在历史中也有着赵宗泉的原型 在剧中赵宗泉本应该继承皇位 但是眼王却被利益熏昏了头脑 想要逼迫老皇帝写下诏书 承认他是皇位继承人 无奈之下 老皇帝只好写信给赵宗泉 让他马上入宫救驾 赵宗泉经过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 最终成功入京 继承了皇位 也是大快人心 那么在历史中的赵宗泉是否也是如此呢 赵宗泉的原型叫做赵蜀 此人是北宋的英宗皇帝 赵蜀的一生也如同剧中的赵宗泉一样 十分坎坷 他虽然是皇亲伯妻 但是 和当时的皇帝是输职的关系 可以说 皇位和赵宗没有任何关系 但阴差阳错之下 皇帝的儿子全部英年早逝了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 只好找来了血缘关系最亲近的赵宗 让他先担任太子 皇帝的儿子虽然死了 但是皇帝还在养 没过几年 皇帝就有了另一个儿子 赵宗当了几年太子后 就收拾铺盖回家了 回家还没坐稳的赵宗 又接到了消息 赶快回京城 继续担任你的太子 皇帝的儿子又早邀了 赵宗不知道是该洗还是该忧 皇帝继续招生儿子的工作 但是也许是上天不垂帘 皇帝再也没有儿子降生了 无奈之下 只好将太子的位子给了赵宗 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皇帝去世了 赵宗终于转正 成为了皇帝 气味后的赵宗还是颇有几分明君的样子 功行节俭 知人善任 爱民如子 尤其是对待自己当初的老师的时候 更是让后人赞叹 赵宗历经了千辛万苦 终于当上了皇帝 这还是和剧中的赵宗权十分相似的 不过可惜的是 赵宗只是当了五年的皇帝 就因为病重驾崩了 但是赵宗还留下了一个儿子 当时他的儿子已经十九岁了 就继承了赵宗的皇位 没有像赵宗一样 那对我们的今宗主在在前面 我就想和一个子 在当初的位置 我就想和你一杯小用的 后来一杯小小小小小小时 结石 后来一杯小小小小小 曹宗 在这个月小小小小小 年岁